对于TikTok和美国众议院的最新博弈 一些分析员就认为 TikTok首席执行员周壽兹的言论影响力不大 因为TikTok的最终决策者是中国母公司 那就是字节跳动 可是无可否认的是 这场听证会将会决定TikTok在美国的命运 那么我们线上就有Tradview资本 基金经理黄子伦和我们分析这场听证会 那子伦您是怎么看周壽兹在听证会的表现呢 他能够说服美国国会 TikTok不会变成中共的监控和间谍工具吗 我首先看了昨天晚上的一些表 他的这个CEO的一些表现 那当中他有议员展示 就是在TikTok出现的一些比较仇恨言论的 然后他就要质疑这个TikTok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保护好他们的美国人的人身安全 就很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 而TikTok的CEO也没有给予机会回应 所以从整个事情来讲 其实昨天周壽兹先生在听证会的表现 就好像2018年 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上的听证会一样 就是都是面临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对待 只不过是在TikTokCEO他所面对的是更加不友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因为这已经是出动了两个国家的国家机器来互相对峙 因此不管他怎么回答 我都不认为他可以让美国国会或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很满意的 而且他们从TikTok目前的表现来讲 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出相当大的配合 因为他们已经把美国用户的资料和美国市场的演算法 都交给美国公司Oracle来处理 这其实已经是相当超越了一般会有的商业抉择的一个范畴 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说 即使在TikTok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一个让步之后 美国还是会不会是满意 还是说他们最终都会想要重复之前的做法 就是逼迫把他们把股权给卖掉 因此从整个听证会来讲 我们可以讲可以大概总结是 这个听证会的出息 基本上是一个整个程序吧 是怎么样都不会让美国那一方面满意的 那听证会一开始 议员就说明封禁的立场 而媒体也报导 拜登政府要求TikTok脱售美国业务 不然就是封禁 可是要找人接手这些股份应该充满挑战吧 其实最难的东西会有几个问题需要克服的 首先就是TikTok的估值 因为TikTok目前来讲 它的估值为大概500到600亿美元 也是它公司自己跳动最赚钱的业务 而加上TikTok的用户人数的增长潜力 也是比面子书跟推特都来得更强了 因为大概人均营业额大概是46美元 比面子书的40美元还要略高 所以从母公司自己跳动的立场来讲 出售TikTok业务来这个非常极其重要的一个业务 我会讲是强人所难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TikTok在全球 它有1.5亿的美国用户 而它全球有大概10亿的美国用户 因此美国市场是TikTok的15%左右而已 因此要自己跳动为了更少的部分的用户 变卖所有的股权是显然是不合理的 即使美国的用户的利润是比较高 所以当然从美国这里来讲 他们的海外投资委员会就是CFIUS 可以出动总统来命令企业逼迫他们的就范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让整个TikTok的事情 带来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关系 就是涉及中美双方的关系 我觉得会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冰点 因为我们排除当TikTok的这个出售的事宜 一直拖到拜登开始要筹备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整个谈判就可能就会变得火药味会很强烈 而且我觉得媒体的报道也不会对他们 对TikTok这方面更加友善 因此这是会使得整个 我觉得中美关系会变得非常之糟糕 甚至是也会让未来的中美关系 中美企业之间的合作 变得增加非常多不必要的成本跟风险 我觉得对于全球的经济的一个攀升来讲 或是成长都是非常之不好的 好 我们非常谢谢子伦为我们做的分析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